字幕提供 快進來吧 外面很熱 雖然屋內都沒有冷氣 大家好 阿美です 今天又帶大家來到介市 介市這個地方其實很大 今天帶大家來到介市美園區的地方 我們平時就介紹二手樓 介紹得多 今天帶大家來看這個新竹一戶件 這個新竹一戶件是新鮮滾熱的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這個一戶件是今年7月才落成的 今天就是8月1號 其實就是落成了沒有多拉 這個一戶件有三層那麼多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了 首先由這裡的圓關開始看 好 我們現在在圓關 這個鞋櫃我都蠻喜歡的 因為這個鞋櫃專家有個位置 可以方便我們放東西 例如放出門口要用的鎖匙或者散紙 這裡都是一些普通放鞋的空間 旁邊這裡有一個非常長的全身鏡 全身鏡打開裡面也是可以放鞋的 哇 裡面有很多層 我覺得一個 1加4口的鞋子都可以放在裡面 都非常夠位 上面還有一個高度我都放不到的鞋櫃 可能可以放一些玩具鞋 例如夏天的話 就可以把冬天的鞋放上去 好 上到圓關 右邊有一扇門 這是一個廁所 立即有一個多光能式廁所 廁所裡面還有一個小窗 廁所後面大家都看到有一個櫃 這個櫃相信應該不是用來放廁紙 對 放飾物會比較好 例如放一些盆栽 又或者一些細紀飾物 就可以增加這間屋的品味吸收 廁所說了那麼久 你以為你裡面過小嗎 約出來看看這裡 這裡是一個讓你放鬆的空間 但這個房間還沒有照明 所以搞得有點黑 但其實是非常光線充足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外面的車就是我的車 這裡的摩擦大約有80呎左右 地板呢 都是一些新的木 一層木頭的味道 還有一個小小的窗 是用來透氣的 就不要去期待 有什麼特別漂亮的景色 這樣讓你看出去 咦 這個房間是沒有衣� 對 這個房間真的用來讓你休息 方便你出去 出門口之前 可能放一些出門口前要用的東西 你來拿一拿之後就直接出門口 我覺得還沒有用途 或者做客房 也沒有問題 對了 從這間房間出來之後 這裡有一雙門 這雙門就是我們熟悉的浴室 但浴室之前是用來讓你脫衣的 這個叫做俗稱脫衣室 這個叫做俗稱脫衣室 還有叫做洗臉室 哇 這裡有很多收納位置 整個房間都很高 這個架在這裡 很像別人去浸溫泉 或者洗澡的地方 有很多架給你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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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然後直接進去操壇 洗臉 然後來到這裡 這個洗臉台 雖然你說它是全身 但你說它是否真的現時最先進 我又覺得不是 首先我同時經常介紹的 拔出來的功能是沒有的 雖然它有這些叫做花灑功能 直水功能 熱水濫冷水當然有 還有招名 還有給你推頭的電制 然後這裡就是鏡 鏡當然是給你用來化妝 適合你用 可以這樣用 三面鏡 不同角度 面上看到自己不同的面容 還有就是 後面有一個 給你收納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電制 在洗臉台旁邊 就有一個正方形 這個正方形是用來 讓你放洗衣機的 然後還有另一個正方形 這個正方形是 秘密基地的入口 不是的 是我們給你放物資的 然後鏡頭一轉 這邊就是浴室 這個浴缸 這裡有一個吸 就可以坐得舒服一點 然後這邊 都是一些普通浴室 應該有的 擺沐浴露 擺水的空間 然後這次浴室的地 也是防滑的 好 現在的介紹都差不多了 我們快點上二樓看看吧 這個樓梯也挺闊 挺好走的 我們現在就上二樓 我們前面這裡有一扇門 相信就是廁所了 這裡有這間屋的廁所 是一個多功能式廁所 然後旁邊也同樣地有一個小窗 好 看完廁所 我們現在就看客廳 客廳這裡就有百多尺 這裡有一個窗 算開陽 外面的浪衫設備就沒有了 但就自己可以買一個浪衫的繩回來 裝在這裡給你拿進去浪衫 浪衫設備就好死的 除了你設置一條繩在外面之外 你也可以在家具店買一個浪衫的小架回來 在室內把你所有的衣服都放上去 把整個浪衫架一下扔出去 都沒問題 客廳這裡有一個橫向的窗 這部長的花紋也挺特別 喜不喜歡 不喜歡 看你摸到整個考古學家 為什麼不喜歡 整個地板花紋 可能放你地震嵌樓之後做地板 挺好的 快點過來擦廚房 這個廚房覺得很棒 你看 多大 不過我們首先說到這邊 這邊就是普通的明火三個爐頭 這個就是有燒雨機 收落空間這些都不用多說 主要是這裡有個洗碗機 另外有一樣特別的東西 就是平時我們升盤是那些不收乾質地 但這個就不是 這個我覺得質地挺特別 而且這個位置就非常之大 那這裡就是沒有廚餘的一半 然後上面同樣地 都有非常之多收落空間 哇 這裡是整個窗戶 這麼多架 這裡 真的非常之多櫃桶 可以放餐具 這裡 這裡就可以放一些糧食罐頭 公仔麵 上面就是放一些碗碟碟碟 再高一層也還有 哇 這裡真的非常之多 好 先看看 接著是微波爐那些 咦 這個又可以移開 移走這個之後 這裡有個電源 可以放一些焗爐 微波爐就放在這個位置 至於這個可以買一些 小的焗麵包機 或者是咖啡機 放在上面和下面的兩層上 好 總盒櫃就在那邊 這個空間是用來放雪櫃的 這個位置是用來插雪櫃的插頭 好 廚房旁邊這裡 就是一個樓梯上三樓的 如果大家看到樓梯 不想看見它 覺得硬要一點 就可以關門 蓋住它 那就不會讓人知道 這裡是甚麼 好 接著我們二樓趕完 現在上三樓看看 哇 很熱 今天又是烈日當空 三十多度 好 上來這裡有兩邊房 兩邊房那邊比較黑 就用來看看我們看這邊 這邊段館應該是主人房 就是80呎左右 這裡有非常非常大的收納空間 比你還高 哇 那我現在進來看看 我現在站在這個衣櫃的最邊 哇 真是非常多位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樓梯的位置 當然如果你硬把它蓋平 我們上樓梯的時候就會頂頭 出面的閃聲很大 不知道大家聽到嗎 其實這個位置對面是別人的家 如果大家入住 記得要安裝窗 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這個窗 吹進來的風非常涼爽 在這個屋裡睡的話 也挺涼爽的 很大的風 來 這個房間看完了 我們現在走到對面的房間看看 這邊的房間也有一個小陸 可以方便用來給你的衣服 但相對來說 尺寸就小一點 做書房真的是一流 非常非常好的光線 讓你可以看書 還可以放一個大的書架 放一個電台 任你而已 但這間房間也是有衣櫃的 還是這是小朋友的房間 還有這個 主要的尺寸就是 一半尺寸 這間房間的介紹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有什麼感覺 接下來這個環節 就想說一下這間房間的詳細資料 首先價錢方面 就是2050萬日圓 即為港幣146萬日圓 至於大小方面 三層的面積合起來 就有88.04平方米 即為全部就有947呎左右 然後土地面積有58.29平方米 即有627呎左右 已經包車位了 是停到一架車的 至於交通方面 這裡最緊的地鐵站 就是南海高野線的北野田站 由地鐵站坐南海線去南坡 只要19分鐘就到 由這裡走去地鐵站 就需要16分鐘 如果自己開車就5分鐘 踩單車就8分鐘就到 至於你說只是買菜 買東西吃的話 其實不需要走到那麼遠 由這個一戶建行5分鐘 就有一個超市 超市旁邊有一個發營屋 發營屋旁邊就是這間買便當 然後再旁邊 就有一間很大的藥房藥妝店 然後還有幾間餐廳 如果你說不是 不想只是買菜那麼簡單 其實出回剛才提及過的北野田車站 他們有兩個購物店 其中有個比較街方少少的商場裡 有一間Daiso 另外還有一間在南坡一定會大排長龍的 大喜水產回轉壽司 在這裡吃就應該不用排隊了 然後還有這間Sunplaza超級市場 至於另一間商場就比較多東西 有時裝店 和服店 藥妝店 還有這間Siriya100日圓店 那我就覺得這間是一間高級少少的100日圓店 另外還有一間超市 這裡附近真的好貴多超市 大家喜歡光顧哪間隨你選 如果你說不是 不夠行 還有很多東西想買 其實由這個一會見 自己開車四個字到 去北花田站 我們之前在這個地方拍了一集 介紹EOMO 在這個EOMO裡面 有個堪稱關西最大的 無印良品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回這一集 這個EOMO除了有個超級大的無印良品之外 裡面還有大量的時裝店 不過喜歡購物的朋友 我覺得一天應該都行不完 然後當然不捨得這個EOMO大超市 另外還有這間買國際食品的店 我竟然在裡面找到印尼撈麵買 除此之外 頂層還有一間大型電器店 這個價錢 買到新竹一戶見 又有三層那麼多 還有那麼多收入空間 究竟超不超值 就由觀眾自己自行定 我們今集新竹一戶見的介紹 就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